9月17号晚,中国何泽市招商引资马德里推荐会在马德里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 中国驻西使馆官员、何泽市政府代表团成员、温州同乡会等侨团负责人 马德里政商界代表数百人出席了推荐会 推荐会由西班牙温州同乡会会长刘继东主持 刘继东说,今天推荐会上来了众多的西班牙政界和商界的朋友 这说明两国的文化交流非常融洽 中国政府提议的一带一路越来越被外国的政府和商人所接受 刘继东说,何泽市是一座非常美丽非常有前景的城市 他呼吁广大乔商有机会去那里看一看 选择一项对口的项目,这是一次绝好的机会 最后,他祝愿这次推荐会取得圆满成功 何泽市市委书记孙爱军说,很高兴来到欧洲的历史文化名城马德里 这是一次期待已久的出发 他说,何泽是中国的武术之乡,戏曲之乡,书画之乡,民间艺术之乡 更是中国牡丹之都 欢迎大家明年4月到何泽去赏牡丹 孙爱军介绍,何泽是一座具有巨大潜力的城市 具有很好的区位优势 何泽位于四省交界,中间有一个亿的人口 现在交通网络正在完善中 另外,何泽的经济也在快速增长 这些也为广大的企业家投资何泽,创造了很好的机会 随后,马德里南区工商联合会主席阿古斯丁先生 雷格尼斯市市长圣地亚哥先生先后致辞 他们对何泽代表团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领事部参赞 朱健在讲话中 呼吁广大侨胞能够抓住机会认识何泽 为我们自身的发展寻找更多的机会 他希望代表团在西班牙的访问一切顺利 为何泽的发展,为山东的发展 甚至为中国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最后,何泽市政府代表与马德里南区工商联合会 西米亚温州同乡会签署了战略友好合作协议 为双方将来的互利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欧浪新闻记者报道